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redis一些相关的支持点 这几个的话主要是跟大家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这个redis 好这个redis的话 它是一种支持分布式的no cycle数据库 它是一种支持分布式的 并不是说你使用redis就一定要使用这个分布式 它只是支持 就是说你使用你去使用那个分布式也可以 它是一种支持分布式的一种no cycle数据库 no cycle数据库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个mango db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讲过 对不对 就是它不是一种光系型的数据库 就是你保存什么东西 就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它的数据都是保存在这个类存当中的 都是保存在这个类存当中的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又要跟大家强调了一点 就是如果以后你公司里面做这种分布式发生的话 那么这个redis服务器的话 它必须这个类存要足够大 这个硬件肯定要跟上去 不然的话类存太小了 这个数据就存不住不下了对 好啊 那么同时啊这个redis 它可以定时的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同步到这个磁板当中啊 这个redis的话 虽然它的所有数据还是保存在这个类存当中 但是的话你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同步机制 比如说啊多少秒之内 我就同步一次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数据丢失 对就可以保证这个数据丢失啊 可以将数据持进去持就换啊 呃这个的话memory cache哈 是我们之前啊就是memory cache这个东西的话也是网站加速的一个正常东西 好吧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啊爬出个子里面需要学到的一个东西 好吧这个的话是做web开发里面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个比较多的啊 然后下面的话再给大家指定一个这样的参考文档对不对 大家的话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这个redis它的一个这样的使用场景啊 这个的话只是对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获掌啊 如果你是呃对那个只是当时能做爬中的话啊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呃知道和不知道啊意义不是很大啊 那么如果啊就是你想做一个比较呃懂得比较多的人啊 那么的话这一点也可以听我讲一下 好吧听我讲一下啊好像redis可以在哪些场景下面使用的比较多呢啊 这个使用场景还一般的话都是在这个服务器上面 就是我们啊外部后台或者是一些真的服务器的后台啊 呃登录绘画存储啊 登录绘画存储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啊登录啊 我要去记录这个用户是否处于一种登录状态 那么我们啊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存储在这个redis当中啊 存储在这个redis当中啊 这的话还有一个是排行榜和技术器啊 比如一些秀场的那些节目啊 进展的话会有一些前面多少名主播的排名对吧 呃这个话之前我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就就做过一个这样的啊东西 对吧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周排名啊啊日排名啊 就是对这些主播进去排名 那么这些出去的话 他其实是经常变化的啊 其实啊而且的话 呃就是说从中下来啊 就是说啊 而且好别人访问这个呃排行榜的那个盖元那个频率的话可能会比较高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redis来解决啊 使用这种redis来解决啊 好第三个话就是作为那个消息对立啊啊 比如说我们使用那个salary salary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啊一步发一一步执行一些任务的一个这样的啊框架啊 那么我们这个啊redis啊就可以作为他的一个这样的中级人啊 他作为他的一个中级人啊 然后的话还是记录当前的在线人数啊 还是拿我们这些那个啊修厂类的那个哎呀 那个东西来讲对吧 当时的话我们有一个需求就是啊记录当前 现在目前啊总共有多少人是同时在线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也是满足刚刚我说的那几个条件啊 这个数据是不是经常会变化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这个数据你存不住下来 如果存不住在数据库当中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对对因为他随时随地都随时随时的话都在变化 对对你存不住在数据库当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这时的话我们就可以保存在这个redis当中啊 保存在这个redis当中啊 这的话还还可以做一些长远的缓存啊 比如说我们啊这个网站他的那个访问量特别大啊 那么一般优户访问那个首页的概率是比较多的 那么访问首页的概率的话啊 比如说今日头条或是啊不是今日头条啊 比如说或者是某个新闻网站 那么其实他可以把前面啊一十篇或者前面五十名文章 他可以直接存储在这个redis当中 那么要后再访问这个首页的时候 他可能只会看到前面十篇文章 那么这前面十篇文章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个redis当中去取 从这个redis当中去取 意味着从类层当中去取 从类层当中去取 肯定会比从这个数据当中去取 那速度会更加快一点 对对这样的话啊 就可以加速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访问啊 加速这个网站的访问好不好 好这个的话也是一样啊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好还要是那个好友关系啊 微博的好友关系 是使用那个redis来实现的啊 好第八个的话 是这个发布和订阅的功能啊 那么的话 其实可以用来做这个聊天软件 可以做这个聊天软件 好吧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是 redis和memory cache的一个比较啊 那么这个地方比较就不用比较了啊 你只要看一下redis 它的一些真的特性啊 一些真的特性啊 好第一个的话啊 它是redis这个类存 磁房同步的一个人的数据库啊 redis这个数据 它虽然是存在这个类存当中 但是它啊 也可以同步到这个磁房当中的啊 好 然后的话 类啊 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这个redis啊 在存在的时候是不需要定义的啊 好 虚拟类存的话 我们这个redis是支持这个虚拟类存的啊 虚拟类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类存满了 它会去调用这个硬盘啊 它会调用这个硬盘 把它给虚拟化成一个类存啊 这样的话就是说啊 类存不足的时候 也可以实现也可以也可以来进行补充啊 过期策略 redis的话也是支持这种过期策略 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数据存储 多久之后 它进行过期啊 好 这个的话是数据存储安全啊 可以将这个数据同步到这个文件当中啊 只要的话会再让恢复啊 redis的话是可以可以什么呢 可以从这个淡不点db这个文件当中 把它给进行恢复 就是比如说你的服务器啊 发生故障了啊 突然关机了 那么你再次启动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文件当中 从这个文件当中 把这些数据再把它给恢复到类存当中啊 这样的话 这个网站访问也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啊 好 然后分布式啊 我们这个redis的话是支持的 对不对 好 订阅与发布 我们这个redis也是支持的 好吧 那么这个redis的话 它是支持一种这样的分布式啊 就是多台机器之间可以构想这个数据啊 可以构想这个数据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redis介绍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下期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redis在无关图章当中 以及在这个windows下面的那个安装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